欢迎收完台湾启示录,我是梅翔 台湾在这场对抗新冠肺炎的战争当中 我们让全世界看到了台湾的防疫成绩 当全世界的经济活动都因此受到重创的时候 台湾的经济成长率我们还能够维持正成长 台北股市甚至还一度冲上了16000点的历史新高 就算你从来不碰股票的人也一定知道 股民现在都在分享台积电 那么应该说全世界都在分享台积电它的晶片 这当然是台湾人的骄傲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告诉你 张忠摩他和台积电的故事 张忠摩曾经说过 假如没有台积电的话 那么智慧型手机不会那么早出现 是台积电改变在这个地球上面 几十亿人口他们的生活方式 而当年如果没有孙云璇 如果没有李国鼎的邀请 张忠摩他也不会来到台湾 当然也就不会有后来的台积电了 而事实上张忠摩他在54岁之前 他是从来没有到过台湾的 1931年他是出生在浙江 他在美国哈佛完成了大学学业 在麻省理工学院念到了硕士 而最后在史丹佛大学 他拿到了博士的学位 他进入职场之后 张忠摩也一路爬升 在41岁那一年 他已经是德意内部第三号的人物了 而他也是华人 在美国职位最高的专业经理人 这样的一个外商主管 他为什么会愿意放下光环 来到了人身地不熟的台湾 而创立这一家 一刚开始完全不被看好的台积电呢 这背后有一段行政院长 孙允选三顾茅碌的故事 1974年2月7号 那是一个寒冷的清晨 三个甜品 一个烧饼 两个豆浆 烧油半套给我一套 内用 这天早上 在台北市南洋街 这家不起眼的小新星豆浆店 里头灌溉云集 破坏台湾科技 未来的重量级人物都到齐了 就孙允选部长 跟他的秘书费华 还有这个 旅美回来的一个学人 叫做潘文渊 他们三个人 在早餐店 理讲的小新星的早餐店 喝豆浆 在这个持油条的过程里面 他们竟然把台湾 未来的产业升级 已经步化到科技 那科技这个部分呢 他第一个想到的 当然就是所谓科技之目 半导体 就是坦白讲 以那时候台湾的官员来讲 对半导体还是一致拜见 一口烧饼 一口半导体 这就是当年台湾的技术灌粮 连吃个早餐都在拼经济 这一场早餐汇报 决定了台湾科技 未来的方向 那1974年那一年呢 整个半导体的一个产业呢 不是产业 是非常凄惨的产 是产业 所以德州仪器呢 他希望把台湾的厂 整个收掉 那要之前的 差不多300个人 在那个年代 因为你来设厂的时候 是经过特许 所以你要撤资 你要官场 你要裁员 当然也要跟官员报告一下 所以德州仪器呢 就派张忠谋到台湾来 这是张忠谋生平第一次 踏上台湾的土地 也是他和当年担任 经济部长的孙映璇 两人第一次的见面 然后他去找孙映璇报告的时候 张忠谋本来想说 他去找他报告 大概应该不会很开心 这样子 因为你想说 我跟你讲是坏消息嘛 你们台湾要给我 裁了几个员工啊 有多少人会失业啊 正常的经济部长 一定大概都是眉头皱起来的 但张忠谋很讶异的是 孙映璇不但没有 因为这件事情不高兴 而且孙映璇反过来 一直在问他 跟半导体有关的事情 孙映璇的反应 出乎张忠谋意料之位 相较于采源 这位经济部长 更关心的是台湾的未来 张忠谋的名字 就一直放在孙映璇的心上 1981年 孙映璇接任行政院长 他立刻请李国鼎 打通电话 邀请张忠谋回台湾 短短的一个星期之内 两个人见了三次面 那孙院长说 那我给你三个工作的机会 那第一个呢 就是你来当工员院的院长 第二个 你来当我的顾问 行政院的科技顾问 第三个张忠谋说 我忘了 反正我第二个 我就没兴趣 所以第三个我也就忘了 就是在最后一次 在行政院面对这个 孙映璇院长的时候 那院长有当面的 跟这个张忠谋讲 我绝对不会亏待你 那张忠谋说 你真的知道我薪水多少吗 你大概很难想象的是 他们当时谈到了 张忠谋的心资败 那你会觉得 孙映璇也好 李国鼎也好 都告诉张忠谋说 你想要多少 我们都可以满足你 那张忠谋当时 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他就是 一不可自信 第二个 他就回问了孙映璇说 这个您真的知道 我的薪水 结构怎么算的吗 当年张忠谋在德意 已经是第三号人物了 在他下面有四万名员工 他的收入是本薪 加上红利 还有股票选择权 其中股票选择权 才是他薪水里头 最可观的部分 听到这一点的时候 其实你就会发现 张忠谋后来说 这个记者就问他 就说那时候 李国鼎跟孙映璇的反应是什么 然后张忠谋就大笑三声 意思就是 他们可能就不正面 面对这个问题 然后所以李国鼎当时也知道 就是说张忠谋要了 他们很难满足 张忠谋虽然因为待遇 挽拒了台湾政府的邀请 不过孙映璇并没有放弃张忠谋 但是我觉得孙映璇先生之后 他当心的院长 他对于台湾的经济的结构改变 有他必须要肩负一个责任 所以他有觉得有必须把张忠谋先生 从美国请回到台湾来 所以孙映璇院长 他不为自己的利益着想 他只是为了一个人才 求财若可 他甚至可以跟当时的一个 蒋经国总统报告 然后修改了整个国内的薪资的结构 甚至特别还开了一个小门 这个小门也好巧门也好 就是为了台湾的产业升级 也因为这样子 所以才能够真正请到重量级的 张忠谋先生回来台湾当公园院的院长 当年身为的周一气员工的张忠谋也在等他的财富自由 他在等他的股票选择权实践 实践可以兑换成现金 兑换成现金之后 这一些我们说他的股票选择权或者是换成现金的利息 足以支付张忠谋的生活所有开需 让他可以开心地去做他喜欢的事情 然后台湾的政府又派人再去跟他谈 就他其实是在一定的年纪的时候才选择回到台湾来 就甚至那个年纪是 搞不好在台湾很多人那时候是退休的 所以他是以退休回台湾 然后反而建立了台湾的一个金元代工的网络 好 当年张忠谋在美国得意工作 他已经是第三号的人物了 后来在通用仪器也做到了CEO 他不管是走到哪一家大企业 碰到的都是大人物 他都可以跟他们评写评作 备受礼遇和尊敬 可是当他来到了台湾 当他创立了台积电 有人对他的态度改变了 因为张忠谋他已经不是一个世界级公司的主管了 他只是一个想要在落后地区开公司的人 所以当张忠谋他决定来到台湾 他就下定了一个决心 他给自己的使命就是 我要创立一个世界级的企业 否则我何必走这一招呢 为了达成这个目标 张忠谋他放下了过去的光环还有身段 他亲自写了十几封的信 给这些美瑞大厂 邀约他们来投资 结果都吃了闭门羹 好不容易有一家菲利浦愿意投资 但是客户当年哪有什么金元代工的概念 这是张忠谋他自己想出来的商业模式 但是人家自己做得好好的 凭什么要把金元这块拉出来单独给你做呢 万一你把我的技术泄露出去怎么办呢 张忠谋他究竟要如何消除客户的这层疑虑呢 贝多芬率先把人声合唱带入交响乐之中 在乐坛那个时候是创举 这个与台积公司在全球半导体产业当中 首创制造服务 以及不断追求创新的核心价值 也十分相合 台积电在创立当初一开始的时候 它其实并不是非常的顺利 因为它是一家新公司 而且它创立的这个所谓金元代工的模式 一开始国际上是搞不懂的 所以一开始订单非常的少 再加上1985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景气是其实往下走的 所以那时候的整个全球半导体产值 它是成为一个负成长 即便到最后1987年慢慢的起来 但是在那个时间点 整个市场是不利于台积电的发展 在最不利的时间点 张庄某卸下了工研院院长职务 担任台积电董事长 但坦白说 国际大厂没人看好它 因为没有人知道什么叫半导体 只知道它就像唱片一样 黑黑一片 一一一 那里面不知道 所以没人知道什么是半导体 而且它的工厂是租的 地是政府的 哇 这个工厂 那如果它万一没生意的话 那不就倒掉了吗 那这种公司怎么可以投资呢 张庄某自己要摸出另外一条路 他很清楚 半导体如果在台湾自己卖自己 肯定是死路一条 许多要创业的人 他们会设计IC 他们并不想制造IC 那他们需要我们台积电来替他们制造 张庄某锁定了英特尔 因为他知道只要打进了英特尔 就等于打进了全世界 但台湾凭哪一点可以打进英特尔 那台湾的优势在什么地方 台湾优势在于我们的人才 我们人才在跟日本的职人精神是很像的 他可以把一件事情把它做到非常的好 良率把它做到非常的高 那我们有非常高的人力素质 所以张庄某董事长看准了这样一个趋势 他发展出一套独特的叫做金元代工 我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我刚刚讲过了 赚钱模式 大家说代工代工 就让他说吧 我们就拿了钱一直笑到银行去 张庄某对自己独家研发出来的商业模式很有信心 但问题是在那个年代 谁要让你代工呢 当时的市场你去想一件事 就是英特尔这些大家伙 IBM这些大家伙 他都有能力自己做金元 那你现在突然冒出了一个 不知道哪里来的公司 顶多就是你的创办人 Morris张我认识而已 然后这个公司你突然告诉我说 你IBM做的晶片 其实我也做得出来 我当你的供应商好不好 你是IBM你大马觉得一不可思议 第二个你突然跳出来跟我说 我不知道你良率好不好 第三个我已经养了一批人 专门在做金元的 如果我都委托给你 你是叫我这批人裁掉吗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当时做金元代工最难的是 你怎么让当时的电子大咖们 他相信说你做代工技术能力够高 然后你保密能力够好 你不会把我的秘密泄露出去 这个很难 说白了 金元代工要过的就是诚信这一关 张周某努力说服这些大厂 台积电只做代工 只是一个中立的角色 不跟大家做品牌竞争 请放心把技术交给台积电 他透过私人交情的关系 找来了Intel的执行长 叫做Groff 就是我们后来很有名的格洛夫 来针对台积电的产品 进行所谓认证 这个认证的动作非常重要 为什么 因为等于说Intel来替台积电 来做背书 那因为有Intel这样一个大客户 来做背书 所以让台积电在国际间的声明大招 也因为这样子开启了 再加上说之后的这个景气 开始翻转往上 所以它的订单就慢慢地变多 所以才让台积能够非常顺利地 挺过这一波的这个 所谓创立初期的这个披荆斩履的 这个不顺 然后之后的成长之路就越来越顺顺 现在没什么压力了 练习桥牌现在没有什么机会 现在机会比较少了 以前比较打得多 很多科技大佬都喜欢打桥牌 因为桥牌可以训练思考 磨练抗压 在牌桌上可以看出一个人的个性 郭哲宏是张中某的老牌家了 他说张中某只要上了牌桌 不管是比赛还是玩玩 态度都是一贯的专注 太严肃了 他不管做什么事情都非常的严肃 而且非常的专注 所以有时候不太能开玩笑 对啊 你开玩笑他有时候会生气的 你拦着看他笑一笑 很少很少 打完牌他很认真 当时我跟他比较有在打牌的时候 打完牌都要叫我跟他讨论一下 讨论一下就一牌一牌一牌讨论一下 这一牌打得好不好 这一牌有没有什么地方没有弄对啊 打桥牌不苟言笑 张中某他特别享受高手过招 因为欲强则强 每个决定都是关键的决定 其实半大体还有两个很重要的东西 第一个就是管理 第二个就是财务的一个管控 到十二寸金源 我记得刚第一次台积电建十二寸金源的时候 那投资的金额是新台币三千亿 那你想想看对一家公司来讲 三千亿那时候是多么庞大的一个金额 那你下这个决定下去 能不能成功除了靠你原来的布画以外 企划规划以外 还是要看老天爷赏不赏脸 那很不幸的在两千年七年的时候 张中某他也七十七岁的高龄退休了 蔡总经理已经有了一个好的开始 虽然今年上半年的景气不是很好 但是下半年我们会有很好的业绩 我们大家鼓掌给蔡总执行长鼓励一下了 退休之后刚好遇到了 2008年的全世界的金额海啸 台积电也很难兴奋的那一年交出来的成绩单 非常地长 那一年的第一季交出来的成绩单 盈余竟然衰退百分之九十五 好了到了2005年张中某他已经七十五岁了 眼看着台积电也已经上了轨道 他卸下了台积电执行长的职务 他把这个棒子交给了他培养十年的蔡立行 不过没有想到不到两年时间就爆发了金融海啸 台积电他也受到了严重的冲击 他甚至出现了史上第一次的单济亏损 蔡立行当时只好尊杰成本进行裁员 结果引发了员工的强烈反弹 甚至集结到了张中某他家楼下去抗议 裁员这件事情非常严重 冲击到了台积电他的企业的诚信 而这也是过去张中某一再强调的价值 张中某他曾经被台湾民众评选为 是最具诚信的企业家 而他也始终相信好的道德就是好的生意 就算遇到了经营挫折也不会倒下的 在台积电的十大经营理念里头 排名第一条的就是integrity 而所谓的诚信价值 它的重要性甚至高于创新 因为重视诚信 所以我们看到即使在商场上面 会杀红眼的竞争对手 他们都敢把自家最先进的产品交给台积电 张中某曾经说过台积电是可以为了客户 赴烫到火在所不息的 不过当台积电遭逢了金融海啸 却对自己的员工开刀 他做不到诚信这一点 这是张中某绝对无法接受的 于是他决定重出江湖 而他回任之后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把遭到裁员的员工通通请回来 而第二件事情 他大幅的扩增资本的支出 他砸下了新台币3000亿 要兴建第四座的超大金元厂 当所有的人都还因为金融风暴在惊魂未定 甚至担心会出现第二次筛退的时候 张中某他的大动作吓坏了投资法人 他们纷纷的下修台积电的目标价 但别忘了张中某他的名言就是 我只冒经过计算的风险 而他究竟从这场金融风暴的灾难当中 看到了什么契机呢 有美国引发的金融大 还需要捧踏将由美国本土 蔓延到全球 雷曼兄弟宣布倒闭 投资人吓得找理财专员赎回手上的基金 就算是赔本也在所不惜 美股再度杀盘 拖累台股走弱 虽然政府祭出了跌幅减半的措施 大型龙头股台积电中钢 依旧不敌麦芽纷纷重挫 金控证券族群风暴的核心 正是几乎全部倒地不起 但是因为2008年 那时候发生金融海啸 这样的一个变数 是当时很多台湾企业 都没有办法去因应的 包括台积电在内 因为金融海啸嘛 就是全球景气不好啊 拉货力道没拉那么多啊 就大家没有买到那么多的货啊 那怎么办 它在2009年的第一季 那个时候甚至有可能会出现 上市以后史上第一次 出现单济亏损 那蔡立行他的 以致军延迷为业界手之道 所以他们就采取了 所谓的摇苹果的一个策略 也就是说在打考机的过程里面 那你可能就是 我们要摇5%的苹果 那你最后那5%的 你就是要被人资钱 投绑抗疫百步调台积电上百名 离职员工级家属 前往儒科管理局与台积电进行 劳资争议调解 就是因为不满公司在无预警的情况之下 要求员工走路 然后觉得RD贡献度不好的裁减 所以当时造成很大的争议是第一个 就是很多的台积电的人 你不要讲说你是外包的 派程的这种 连正值的HR都有被翻了掉 然后HR评比是后面5%不好的就翻了掉 那当然那件事对所有台积电的工程师 以及台积电的一个员工来讲他们是晴天霹雳 第一个在经济最不紧轻的时候 在农历年前 而且这个天涵地动的过程里面 很多的台积电的工程师都在新竹买了房子 那可能娶了太太生的儿子 那开始每个月开始要缴贷款 这个时候自然的迷迷工作 所以他们就集结起来 然后到这个张忠谋先生的清景者的楼下 就包围的清景者在那边埋伏照伴 蔡立行 撤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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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多名台积电离职员工 从新竹北上老委会 投榜 布条大声抗议公司裁员 他们有伴都是做了十多年的老员工 但是因为当时他们在跟员工沟通过程当中 出了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导致大家对于台积电的企业诚信这一块 打了非常大的问号 这个对当时已经退休的中某董事长来说 他是没办法去接受这样一个外界的质疑的眼光 将近80名离职员工就在台北远东饭店门外 高举白布条大声喊出对台积电的怒吼 走在这个单位至少也工作三年了 老板一句话说他对我没印象就把我赶出去 然后第二个当时蔡立行把很多资本支出 比如说我本来买很多机台设备的啊 景气又不好啊那我就先暂停 蔡立行当时的两个决定看起来正常逻辑下 对公司是好的 但其实对当时的台积电来讲影响很大 如果不景气维持三年五年的时间 蔡立行的判断可能是正确的 但是因为金融海啸发生之后 不到一年内 全世界就一直大举的印钞票 所以呢全世界的需求突然在一年的时间 马上又回来了 订单又回来了 好 这就对到一个问题 神仲在金融海啸期间 该买的研发支出我都有支出 该买的设备我都有买 然后我该在自成往前面先进研发 我都有先进 然后我对员工没有裁员继续养着 一直往前冲 看到了吗 一只小鸟蛋的用嘴轻轻旋转电视萤幕 支韩国三星电子的电视广告 勃勃一片让你没负担 而这股平面电视纸片风潮席卷全球各大厂牌 当三星在进步的时候 台积电员工犯了掉人性虹 台积电的该买的资本社费没有买 自成卡住了 你认为当时会把案子 当时台积电的股价 从现在来看 现在台积电六百多块了对不对 当时台积电也只有六十几块而已 甚至五十几块而已 因为当时台积电可以用四个字形容 台积电的员工自己觉得有 风雨飘摇的感觉 因为当半导体制程如果一旦落后了 他们怕差距越大越大 而且当时人心惶惶 不知道我会不会被踩到 所以他们的公司就处于动荡的情况 当时情况严重到 员工的爸爸跑去张忠谋的房子的外面 拉布条抗议 还有员工的爸爸自己发email给张忠谋 所以你就只可以知道台积电当时的动荡有多严重 当然对这个张忠谋先生以及这个张忠谋 张太太来讲 他们真的是情何以堪 这个已经是闹到那时候的头反头的新闻 那张忠谋张忠谋先生呢 他也到楼下安抚这些员工 引起许多离止同仁不满 我对整个世界的开始及发展 感到非常的痛心与遗憾 然后在那个情况之下 张忠谋惊觉事情不对 因为张忠谋以前的座右铭就是永不裁员 因为张忠谋认为人是一个公司的资产 所以张忠谋只好再停下他的退休生活 我这一次是老马夫妻自在千里 所以我是没有时间表 但是这个接班问题 我是把它看作一个长期的问题 这个我会把它剪辑 可是这个我没有时间表 何时接班交往没有时间表 张忠谋表明新日 他在董事会提出的回任案 董事会当然热烈欢迎一致通过 而张忠谋回任执行长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把遭到裁员的老人工 统统找回来 我们邀请这几百位离止同仁回来公司 由秦永佩副总 宣布公司的补救办法 邀请大家在6月1号返回公司任职 他认为是那些之前被Layoff的时候 研发人力能回来你们就回来了 然后张忠谋在把透过派远公司建立的公司人力转成是正值的 然后稳定住人心 大家发现张忠谋回来了 这么多员工都回来了之后 台积电的人心满住了 法案表示台积电已经提前完成 张忠谋回任后对内许下的任内五年 营收事实double的目标 显示张忠谋领导台积电绩效卓越 因此受到外资青睐 其实台积电它的核心价值就是它 为什么它能够领先取能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那其实源自于张忠谋董事长 对台积电这一家公司它所设立下来的核心价值 包括第一个它是成性正值 什么成性正值就是说它言出必到 它说出来的这样一个guidance 它一定要做到 其实我们之前在参加台积电法说会的时候 其实我们大家都非常的在意 台积电它针对下一个季度 它的营运所设定的这个目标 因为台积电给别人的印象 是它不会说大话 特别针对营运展望这一块 所以它说到假设之后没有做到的话 那对它的儒价是非常大的影响 张忠谋先生回国 他在这个2009年回国 2010年的第一季 它就赚了十一亿美金 那十一亿美金是什么概念呢 十一亿美金就是三百多亿 也就是说台积电不管开门没有开门 一天就赚将近一亿的新台币 那时候是所有上市上贵公司里面 赚成最多的公司 所以从此奠定了 它所谓的半导体代工支部 而且它叫整个半导体 全世界的身份和地位 在这半导体变成 好 张忠谋回任之后 短短两三年就把台积电 一举推上了手机处理器 代工霸主的宝座 那么尽管如此 但台积电始终就是吃不到 苹果的订单 因为这张大单呢 始终被韩国的三星 牢牢地握在手上 因为他们三星有的是 横画逻辑记忆体的完整的细致才 而三星当然也注意到了张忠谋他的企图 所以他们到处放话 只要台积电你敢侵犯我三星的专利 我就一定告到底 好 这等于已经是双方在正面宣战之前的相互校正了 张忠谋为了要打赢这场仗 他把最优秀的工程师通通找过来 他组成了一支将近百人的研发团队 从2011年的年底 悄悄地进驻到了美国苹果的总部 他们研发出了最先进的20奈米的制程 终于从三星的手中 成功抢下了A8处理器的订单 我们看到了 在2014年iPhone6上市了 这是苹果手机第一次装上了台湾制造的新帐 在这里头的A8处理器 就是台积电做的 后来大尺寸的iPhone6 也成了是苹果作文智慧型手机 王位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而对于第一次吃下苹果订单的台积电来说 也造就了他日后股价飙涨 奠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 而我刚刚说的这就是 让台积电始终津津乐道 One Team的故事 2009年张忠谋回任总执行长 他将2010年资本的支出 从原定的27亿美元 大幅增加到了59亿美元 其实半导体这个产业 它如果要讲一个比较初熟的话 它叫做钱可能 因为你要花大笔的资金 一直地往里面去丢 那丢了以后能不能回收 还不知道 所以它变成赢者全拿的一个产业的市场 那目前来讲 全球的半导体来讲 变得变 死得死 不做得不做 所以目前对台积电最大的敬重的对手 就是三星 这是一个很可畏的对手 所以我们也是所谓严正以待 当台积电已经吃下了 全球手机处理器的市场 却独独缺了一张苹果的订单 张忠谋未来从三星的手中 把订单给抢过来 他悄悄组成了一支 将近百人的研发团队 进驻到了苹果的美国总部 日以继业的研发最新的制程 他们是分别分别去 有一些人可能去纳约 有一些人去费城 有一些人三五个去旧金山 然后到美国以后 再全部不管是搭公车 搭台湖搭什么 然后再全部集中在苹果总部 而且出发之前 还要签一个保密条款 所以他们就到苹果总部 去帮苹果解决的一些问题 但这件事对后面 形成了很大的影响 为什么 因为台积电后来发现 他们本来为了苹果 有个一組在服务苹果 他们在服务的过程中发现 为什么我的良率做出来的晶片 我台积电技术已经做得不错了 为什么我做出来的东西 都输给三星 怎么会这样 苹果有意愿要让我台积电来做 因为苹果也很不爽 当时只有三星可以做他的东西 结果没想到我那么努力的做 我的良率就是一直输三星 我通常形容他们是七百磅的大猩猩 七百磅的大猩猩就 就是不那么恐怖了 不那么恐怖了 但是还是相当的可畏的 台积电后来study的原因发现 他们在封装 先进封装这一块 三星是自己做的 所以台积电还赫然发现说 三星原来它的晶片 引火的可能原因是因为 封装这一块它比我强 台积电当时封装才在做 当然是给细品和智觉光做的 所以台积电还发现说 先进封装这一块我做不行 如果我再这样下去的话 我一定完全被三星干掉 所以台积电后来决定 先进封装自己做 它的先进封装的技术 可以让它的晶片的漏电量降低 苹果的订单 就开始下了一次 在三星一半 台积电一半 结果使用者爆炸了 为什么 就是我刚刚跟你提到的 台积电先进封装做得比三星好 所以三星的手机大家又发现 为什么买的都是苹果手机 你三星的晶片就是那么容易 就没电就容易过热 你的续航力就比较差 用台积电晶片的苹果手机 因为续航力就是可以用得比较久 而且比较不会过热 当时苹果也是吓一跳 业界也都是吓一跳 这就是台积电 始终为人兢兢乐道 One Team打败三星的故事 那我们跟三星的竞逐过程里面 我们只是赢了一两场的战役 整个战争还没有赢 所以那时候也代表说 台积电的战战兢兢 它最主要的就是单星 第二亿的三星它会超车台积电 所以在过去这个产业里面 台积电他们也能用8%的一个 营收的8% 作为它原化的一个汇用 比美金算的话 我们成长了9% 比去年成长百分之一 但是是今年这个台币升值了 所以照台币算法 我们比去年成长了百分之四 大概共约三万八千位同仁 每个人都会在这个月底 收到新台币一万两千块的红包 2017年 台积电的营收获利 员工人数都创下了历史新高 董事长张中某他感情地说出 这是台积电30周年运动会 但也可能是他退休前 最后一次主持的运动会 张中某董事长他规划是非常远的 5到10年 所以他把未来5到10年的 这个技术蓝图 破坏好 因为他过了这样一个时间点 他确认这样一个技术 别的竞争对手已经没办法再去 复制或者追上 他才做第二次退休的规划 他才比较能够安心地能够做退休 最后的一次我会主持的运动会 我是觉得是有点面链不赦 看到今天有那么多台积人 台积电的30年并不是一路上都万里乎云的 但这确是张中某最幸运最喜悦的30年 他说过如果人可以强生不老 他愿意一直做下去 尽管依依不舍 但终究得放手 事实上自从张中某决定退休之后 他就开始思考公司应该如何经营和建立制度 而所谓的双手掌平行领导 就是张中某对台积电最后的贡献 好我想其实最重要就是在 第一个就是领导阶层的确认 那么过去其实在台湾的一个企业的一个接棒来讲 事实上过去很少罕见的是有所谓的一个双手掌制 那我想这个张中某董事长他相当于永远见 那为什么会选择双手掌制呢 因为其实不管是刘德英也好 还是魏哲家也好 他们两个人都是刘美的电机博士 他们对产业都非常的了解 但是两个人的个性是跟他一样的 因为台积电这一支大船 这一支战舰他要继续地往前进 一定第一个掌握的人 这个掌舵的人要非常的明确 就有一个很远大伟大的目标往前前进 2017年10月2号张中某正式宣布 他在2018年的6月要正式退休了 而在这整个布局交办的过程当中 他坦纯那种忐忑不安的心情 的确就像是摸着石头在过河 而最终张中某他完成了台积电 在下个十年的布局 他曾经预言 当世界纷扰不安的时候 台积电就是兵家必争之地了 没有想到张中某这个预言 很快就成真了 昨天我还在想今天讲什么话 讲来讲去想不到出来 但是我知道 我到这里看到大家我的话就会来的 今天跟Sophie早上一到这里 受到同仁们的热烈的欢迎 我们真是感觉到回家了 回家了 台积电就是张中某的家 虽然退休了 但张中某和台积电已经永远画上了等号 他曾经对所有的员工说 台积电的奇迹不会因为他的退休而停止 回顾2018年6月5号 张中某正式交棒退休的那天 台积电的股价输在220多年 才不到三年的光景 台积电的股价已经冲破了600元 直逼700大关 他的话呢越来越广 比如说我们现在知道了 从这个个人的手机 电脑 伺服器 汽车 甚至到飞机 甚至到未来的无人机 还有甚至到 我们知道的量子电脑 还有太空等等 当晶片改变了人类的生活 人类的生活也再也离不开晶片 新冠疫情在全球烧不停 全世界在过去的24小时之内 因为染疫而死的人数 就有一万八千人创下新高 在难降临 一场除如其爱的疫情 搞得世界不再安宁 张中某他的预言成真 台积电真的成了地缘策略者的避震之地 全球车用晶片大缺货连带使得汽车制造大厂一片哀嚎 日本 德国和美国纷纷向台湾求援 彭博社报导标题是 全球危险地依赖台湾半导体 目标是车用晶片的短缺 凸显了台积电在供应链的关键地位 包括现在所谓的一个电动车 自动驾驶这个部分 它需要很多的晶片 那这个部分呢 因为车子在跑 你不能有一个闪失 所以你的良率要达到百分之百 也就是说你说你假设台积电一个东西 它是一个晶片卖一百块美金 那你说我的比较便宜八十块 他不敢用 这个一定要经过认证 所以台积电它现在已经是全世界的龙头 已经是全世界的霸主 全球晶圆代工龙头台积电赴美设厂进行中 现在又传出日本政府和台积电将宣布 共同成立合资公司 要在东京设立先进封测厂 那你可以想象台积电从去年开始 为什么每天每个礼拜都有它的新闻 因为美国要求台积电一定要到美国设厂 为什么 那你可以想象台积电从去年开始 为什么每天每个礼拜都有它的新闻 因为美国要求台积电一定要到美国设厂 为什么 台积电如果在台湾的话非常危险 中共红军昨天公开点名 对台湾本岛实施双向绕飞台岛巡航 刻意实施心理作战的意味相当的浓厚 它怕台湾海峡被封锁 台积电的晶片就没有办法到美国去 美国的飞机就飞不上去 美国的飞弹就打不上去 美国的太空船上得去可能就掉下来 美国的无人机它就没有办法去 这个海外斩首 所以美国它受不了这件事情 所以由此可见台积电现在是人人争抢 连日本都来了 日本说你也来 你也来 所以台积电现在它好像看起来 已经是三十几年的一个工商 但是它还像十八岁的一个小姑娘 到处都想要 最主要它有很深的护城河 张忠谋认为 当台积电变成了地缘策略家必争之地 未来除了坚守三个竞争优势之外 更重要的是 在这个混乱的世界 更要坚守诚信的价值 所以台积电目前来讲 这个第二名的三星 已经看不到台积电的车尾灯了 所以我们看到 从最近台积电的股价 从三百块开始一路的狂飙 台积电不是小公司 台积电是将近两千三百亿的股本 那个狂飙 就是当飓风来的时候 连大象也会飞这样的一个概念 所以我想在未来 至少可预见三年到五年 三星要超车台积电的几率 应该是等一点 台积电第一个 台积电的这个技术 是最领先的 如果是的话 当外资 获利了结抽走的时候 当他未来想要回来台湾的时候 他还是会买台积电 因为他没有其他太多的选择 所以我们确立他的技术 是领先的 他的竞争是少的 他的产品是独特性的 那如果确立这个基调是对的话 那我们其实不用太怕 那获利了结 外资想要获利了结 就当然获利了结 eventually他还是要回到台湾 去买台积电的 在疫情的冲击之下 台北股市竟然冲破了 一万六千点的历史新高 吸引了投资人疯狂的抢劲 而资深的股迷肯定都忘不了 在三十年前 当台北股市第一次占上万点的景象 在耗子里头 人生鼎沸万头专栋 当年疯狂的程度 可以说是随便买随便涨 而对照今天的台北股市 除了那种赚了旧跑的 这个短线的心态之外 定期定额长期的投资 是一种稳健的选择 90年代 台北市的南京东路 被称作是台北华尔街 因为这条街上 整排大楼拔地而起 一家家证券商如雨后春笋 把台北股市一股作气推上了 一万两千六百八十二点的 历史新高点 76年77年开始就开放了券商 那本来台湾的券商只有24家 然后百花齐放以后 全台湾省的券商四五百家 几乎人人都是古民 每一个人都不想工作了 那时候政府真的非常偷偷 你家里要装潢找不到水泥工 你家里要装潢少不到木工 全部都跑到这个浩子去了 浩子早上你可以看到 像我在远东证券 可以看到尼姑 可以看到和尚 他们早上四点起来念尖以后 然后赶七点八点赶快来 还是要做股票 所以那是全民接风的一个年代 从一张张黑白泛黄的照片 回顾了当年浩子里头 万头钻洞的疯狂景象 仿佛依稀还能听见 那此起彼落的交易声 我记得我那时候在点康证券 很多的欧巴桑都不认识 他也不晓得什么开户 不晓得什么股票 就听人家讲 结果他在喊单的时候 哎 说人家 赶快买一支 他不晓得什么 什么叫一支 因为他签大家都签一支 签一支几块 所以股票我们是买一张 他说买一支 管他买一支还是买一张 尽管带着钞票就往耗子里头冲 就算不懂基本面 就算没有做功课 甚至本来要买A 结果买到了B 还是一样涨停板 涨成这样子 还能不疯狂吗 所以从76年到79年 短短三年的时间涨了12倍 所以在形容那一段的股市的飙涨 只有两个字叫做疯狂 当然投资人也是两个字 疯狂 很多的券商他为了要吸引新的投资人 每过一千点就开香槟 所以过九千点开香槟 过一万点开香槟 所有全省的券商那一天收盘以后 全部投资人都留下来 有便当吃 有蛋糕吃 有甜点吃 有香槟可以喝 三十年前台北股市 都是传统产业的天下 而三十年之后 则是科技类股引领风骚 他刚好做一个分水链 就是在前一次的一万点 那时候就是传单股的天下 那传单股如果没有转型的话 没有做水平整合 没有做垂直整合的话 慢慢慢慢地都已经凋零了 2021年开始 台股最高就冲上了一万六 即使上下震荡 但每日交易量大幅成长 显示台股升聚投资价值 被内外资看好 连带台股基金也备受投资人青睐 其中最大规模的台股主动式龙头基金 更吸引了超过二十万投资人 定期定额抢进 有别于过去买基金抱持着短线操作 赚到就跑的交易心态 台股基金投资人转而以定期定额 长期投资方式进场 因为现在大家都有退休的危机意识 尤其是老保年金 现在都渐渐感觉上出一些问题 而且将来大家就觉得路不复出 所以说做某些长期的投资 做自己的退休规划 这件事情非常重要 当然我个人认为在台湾 用台股基金去做长期退休规划 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至于说台股基金很多 那我们要怎么选 我最建议的就是要找 这种所谓的龙头型的优质的股票 像这样的基金进可攻退可守 因为它里面的持股不外乎 就是台积电 联发科 台湾这些半导体或是说科技产业 加上一些传宠产业里面最好的公司 那这样的基金 投资人买到了 即使大盘有大幅震荡波动的时候 也不用太紧张 同时它又有所谓的月配息的功能 或是年终配息的功能 我觉得这就非常符合投资人 他可以在退休之后 领到每个月或是说年终 一定的生活使用的钱 或是说它可以有一个额外的收入 那这个也很适合他们做退休的规划 以目前实际配息的记录来举例 假设投资人去年三月投资了十万元 一年下来月配息可以拿到四千多 今年一月加上年终配息 单月就可以拿到八千多元的配息 那因为这些龙头股票 他们本身就有相对稳定的这个业绩 以及他们的成长空间 所以他们在配息上面 鼓励的政策上面也非常的稳定 比如说我们以台积电来讲 它去年就已经采用所谓的季季配 那每一季配二点五元的股息 等于说你一年可以收到 这个十块钱的股息 等于就是一万块的现金 那这样子的公司他们本身具有长期的成长 以及在产业上面的独霸地位 再加上他们又有长期好的一个配息的 持续稳定的这种优势 那这样子的股票如果把它集合起来 变成是一档基金的话 相对基金公司就有能力 给予投资人每个月的配息 甚至是稳定的年终的配息 好的投报率 所以说现在定存利率这么低 你要低到连一%都不到 那如果说你在这种配息的基金上面 能有个4%甚至更高的殖利率 更高的报酬率 我觉得都会相对打败定存 使你的钱放在更对的地方 更有用处了 张忠摩他看台积电的故事 张忠摩曾经说过 假如没有台积电的话 那么智慧型手机不会那么早出现 是台积电改变了在这个地球上面 几十亿人口他们的生活方式 而当年如果没有孙云璇 如果没有李国鼎的邀请 张忠摩他也不会来到台湾 当然也就不会有后来的台积电了 而事实上张忠摩他在54岁之前 他是从来没有到过台湾的 1931年他是出生在浙江 他在美国哈佛完成了大学学业 在麻省理工学院念到了硕士 而最后在史丹佛大学 他拿到了博士的学位 他进入职场之后 张忠摩也一路的爬升 在41岁那一年 他已经是德意内部第三号的人物了 而他也是华人 在美国职位最高的专业经理人 这样的一个外商主管 他为什么会愿意放下光环 来到了人身地不熟的台湾 而创立这一家 一刚开始完全不被看好的台积电了 这背后有一段行政院长 孙韵璇三顾茅碌的故事 1974年2月7号 那是一个寒冷的清晨 三个甜品 一个烧饼 两个豆浆 烧油半套给我一套内用 这天早上 在台北市南洋街 这家不起眼的小新星豆浆店 里头灌溉云集 破坏台湾科技未来的重量级人物 都到齐了 就孙韵璇部长 跟他的秘书费华 还有这个旅美回来的一个学人 叫做潘文渊 他们三个人在早餐店 你讲的小新星的早餐店 喝豆浆 在这个持油条的过程里面 他们竟然把台湾 未来的产业升级 已经步化到科技 那科技这个部分呢 他第一个想到的 当然就是所谓科技之目 半导体 就是坦白讲 以那时候台湾的官员来讲 对半导体还是一知半仅 一口烧饼一口半导体 这就是当年台湾的技术官僚 连吃个早餐都在拼经济 这场早餐汇报 决定了台湾科技未来的方向 那1974年那一年 整个半导体的一个产业 不是产业 是非常凄惨的产业 是产业 所以在这一期呢 他希望把台湾的厂 整个收掉 那要之前的 差不多300个人 在那个年代 因为你来设厂的时候 是经过特许 所以你要撤资 你要官场 你要裁员 当然也要跟官员报告一下 所以得这一期呢 就派张忠谋到台湾来 这是张忠谋生平 第一次踏上台湾的土地 也是他和当年担任 经济部长的孙映璇 两人第一次的见面 然后他去找孙映璇报告的时候 张忠谋本来想说 他去找他报告 大概应该不会很开心这样子 因为你想说 我跟你讲是坏消息嘛 你可能要给我 踩了几个员工啊 有多少人会失业啊 正常的经济部长 一定大概都是 没头皺起来的 但张忠谋很讶异的是 孙映璇不但没有 因为这件事情不高兴 而且孙映璇反过来 一直在问他 跟半导体有关的事情 我们想把我们国家 在几十年代以内 能走向 已经开发国家子林 这个关键因素很多 可是最重要的 还是要靠 我们全国向下的科技的发展 孙映璇的反应 出乎张忠谋意料之外 相较于采源 这位经济部长 更关心的是台湾的未来 张忠谋的名字 就一直放在孙映璇的心上 1981年 孙映璇接任行政院长 他立刻请李国鼎 打通电话 邀请张忠谋回台湾 短短的一个星期之内 两个人见了三次面 那孙院长说 那我给你三个工作的机会 那第一个呢 就是你来当公园院的院长 第二个你来当我的顾问 行政院的科技顾问 第三个张忠谋说我忘了 反正喔 反正我第二个我就没兴趣 所以第三个我也就忘了 其实在最后一次 在行政院面对这个 十分前部院长的时候 那院长有当面的 跟这个张忠谋讲 我绝对不会亏待你 那张忠谋说 你真的知道我薪水多少吗 你大概很难想象的是 他们当时谈到了 张忠谋的新资败 那你会觉得 孙允权也好 李国鼎也好 都告诉张忠谋说 你想要多少 我们都可以满足你 那张忠谋当时听到 这句话的时候 他就是一不可自信 第二个 他就回问了孙允权说 这个您真的知道 我的薪水结构怎么算的吗 当年张忠谋在德意 已经是第三号人物了 在他下面有四万名员工 他的收入是本薪 加上红利 还有股票选择权 其中股票选择权 才是他薪水里头 最可观的部分 听到这一点的时候 其实你就会发现 张忠谋后来说 这个记者就问他 就说那时候李国鼎 跟孙允权的反应是什么 然后张忠谋就大笑三声 意思就是他们可能 就不正面对这个问题 然后所以李国鼎当时也知道 就是说张忠谋要了 他们很难满足 张忠谋虽然因为待遇 挽拒了台湾政府的邀请 不过孙允权并没有放弃张忠谋 但是我觉得孙允权先生之后 他当行的院长 他对于台湾的经济的结构 改变由他必须要肩负一个责任 所以他觉得有必须把张忠谋先生 从美国请回到台湾来 所以孙允权院长 他不为自己的利益着想 他只是为了一个人才 求财若可 他甚至可以跟当时的一个 蒋经国总统报告 然后修改了整个国内的 薪资的结构 甚至特别还开了一个小门 这个小门也好 巧门也好 就是为了台湾的产业升级 也因为这样子 所以才能够真正请到 重量级的张忠谋先生 回来台湾当公园院的院长 当年身为的周遗器员工的张忠谋 也在等他的财富自由 他在等他的股票选择权实践 实践可以兑换成现金 兑换成现金之后 这些我们说他的股票选择权 或者是换成现金的利息 足以支付张忠谋的生活 所有开需 让他可以开心地 去做他喜欢的事情 然后台湾的政府 又派人再去跟他谈 就他其实是在 一定的年纪的时候 才选择回到台湾来 就甚至那个年纪是 搞不好在台湾很多人 那时候是退休的 所以他是以退休回台湾 然后反而建立了 台湾的一个晶圆代工的网络 好 当年张忠谋在美国得意工作 他已经是第三号的人物了 后来在通用仪器也做到了CEO 他不管是走到哪一家大企业 碰到的都是大人物 他都可以跟他们评写评作 备受礼遇和尊敬 可是当他来到了台湾 当他创立了台积电 有人对他的态度改变了 因为张忠谋 他已经不是一个 世界级公司的主管了 他只是一个 想要在落后地区开公司的人 所以当张忠谋 他决定来到台湾 他就下定了一个决心 他给自己的使命就是 我要创立一个世界级的企业 否则 我何必走这一招呢 为了达成这个目标 张忠谋他放下了 过去的光环还有身段 他亲自写了十几封的信 给这些美瑞大厂 邀约他们来投资 结果都吃了闭门羹 好不容易有一家菲利普 愿意投资 但是客户呢 当年哪有什么 晶圆代工的概念 这是张忠谋 他自己想出来的商业模式 但是人家自己做得好好的 凭什么要把晶圆这块 拉出来单独给你做呢 万一你把我的技术 泄露出去怎么办呢 张忠谋 他究竟要如何消除 客户的这层疑虑呢 贝多芬率先把人声合唱 带入交响乐之中 在乐坛那个时候是创举 这个与台积公司 在全球半导体产业当中 首创 制造服务 以及不断追求 创新的核心价值 也十分相合 台积电在创立当初 一开始的时候 它其实并不是非常地顺利 因为它是一家新公司 而且它创立的这个所谓 晶圆代工的模式 一开始国际上是搞不懂的 所以一开始订单非常地少 再加上1985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景气 是其实往下走的 所以那时候的 整个全球半导体产值 它是呈现一个负成长 即便到最后1987年 慢慢地起来 但是在那个时间点 整个市场是不利于 台积电的这个发展 在最不利的时间点 张庄柏卸下了工研院院长职务 担任台积电董事长 但坦白说 国际大厂没人看好它 因为没有人知道 什么叫半导体 只知道它就像唱片一样 黑黑一片 所以没有人知道 什么的半导体 而且它的工厂是租的 地是政府的 哇 这个工厂 那如果它万一没生意的话 那不就倒掉了吗 那这种公司怎么可以投资呢 张庄柏自己要摸出另外一条路 他很清楚 半导体如果在台湾 自己卖自己 肯定是死路一条 许多要创业的人 他们会设计IC 他们并不想制造IC 那他们需要我们台积电 来替他们制造 张庄柏锁定了英特尔 因为他知道只要打进了英特尔 就等于打进了全世界 但台湾凭哪一点 可以打进英特尔 那台湾的又是在什么地方 台湾又是在于我们的人才 我们人才在跟日本的职人精神是很像的 他可以把一件事情 把它做到非常的好 良率把它做到非常的高 那我们有非常高的人力素质 所以张庄柏董事长 看准了这样一个趋势 他发展出一套独特 叫做金元代工 我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我刚刚讲过了 赚钱模式 OK 大家说代工代工 就让他说吧 我们就拿了钱 一直笑到银行去 张庄柏对自己独家研发出来的商业模式很有信心 但问题是在那个年代 谁要让你代工呢 当时的市场你去想一件事 就是英特尔这些大家伙 IBM这些大家伙 他都有能力自己做金元 那你现在突然冒出了一个 不知道哪里来的公司 顶多就是你的创办人 Morris张我认识而已 然后这个公司你突然告诉我说 你IBM做的晶片 其实我也做得出来 我当你的供应商好不好 你是IBM你当然觉得 一不可思议嘛 第二个你突然跳出来跟我说 我不知道你良率好不好嘛 第三个 我已经养了一批人 专门在做金元的 如果我都委托给你 你是叫我这批人裁掉吗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当时做金元代工最难的是 你怎么让当时的电子大咖们 他相信说你做代工 技术能力够高 然后你保密能力够好 你不会把我的秘密泄漏出去 这个很难 说白了金元代工要过的就是诚信这一关 张忠摩努力说服这些大厂 台积电只做代工 只是一个中立的角色 不跟大家做品牌竞争 请放心把技术交给台积电 他透过私人交情的关系 找来了英特尔的执行长 叫做Groft 就是我们后来很有名的格洛夫 来针对台积电的产品进行所谓认证 这个认证的动作非常重要 为什么 因为等于说英特尔来替台积电来做背书 那因为有英特尔这样一个大客户来做背书 所以让台积电在国际间的声明大招 也因为这样子开启了 再加上说之后的这个景气开始反转往上 所以它的订单就慢慢地变多 所以才让台积能够非常顺利地 挺过这一波的这个所谓创立初期的 这个披荆斩履的这个不顺 然后之后的成长之路就越来越顺顺 现在没什么压力了 练习桥牌现在没有什么机会 现在机会比较少了 以前比较打得多 很多科技大佬都喜欢打桥牌 因为桥牌可以训练思考 磨练抗压 在牌桌上可以看出一个人的个性 郭哲宏是张中某的老牌搭了 他说张中某只要上了牌桌 不管是比赛还是玩玩 态度都是一贯的专注 太严肃 他不管做什么事情都非常的严重 而且非常的专注 所以有时候不太能开玩笑 对啊对啊 你开玩笑他有时候会生气的 你拦着看他笑一笑 很少很少 打完牌他很认真 当时我跟他比较有在打牌的时候 打完牌都要叫我跟他讨论一下 讨论一下就一牌一牌一牌讨论一下 这一牌打得好不好 这一牌我也没有 没有弄对啊 打桥牌不苟言笑 张中某他特别享受高手过招 因为欲强则强 每个决定都是关键的决定 其实翻炒体还有两个很重要的东西 第一个就是管理 第二个就是财务的一个管控 到十二寸金元 我记得刚第一次台积电建十二寸金元的时候 那投资的金额是新台币三千亿 那你想想看对一家公司来讲 三千亿那时候是多么庞大的一个金额 那你下这一个决定下去 能不能成功除了靠你原来的布画以外 企划规划以外 还是要看老天爷赏不赏脸 那很不幸的在两千年七年的时候 张中某他也七十七岁的高龄退休了 蔡总经理已经有了一个好的开始 虽然今年上半年的景气不是很好 但是下半年我们会有很好的业绩 我们大家鼓掌给蔡总执行长鼓励一下 退休之后刚好遇到了 2008年的全世界的金额玩笑 那台积电也很难兴奋的 那一年交出来的成绩单 非常的长 那一年的第一季交出来的成绩单 盈雨竟然衰退95% 好了 到了2005年 张中某他已经75岁了 眼看着台积电也已经上了轨道 他卸下了台积电执行长的职务 他把这个棒子呢 交给了他培养十年的蔡理行 不过没有想到不到两年时间 就爆发了金融海啸 台积电他也受到了严重的冲击 他甚至出现了史上第一次的单机亏损 蔡理行当时只好尊杰成本进行裁员 结果引发了员工的强烈反弹 甚至集结到了张中某他家楼下去抗议 裁员这件事情非常严重冲击到了台积电 他的企业的诚信 而这也是过去张中某一再强调的价值 张中某他曾经被台湾民众评选为是 最具诚信的企业家 而他也始终相信好的道德就是好的生意 就算遇到了经营挫折也不会倒下的 在台积电的十大经营理念里头 排名第一条的就是integrity 而所谓的诚信价值 它的重要性甚至高于创新 因为重视诚信 所以我们看到即使在商场上面 会杀红眼的竞争对手 他们都敢把自家最先进的产品交给台积电 张中某曾经说过 台积电是可以为了客户赴汤刀火在所不息的 不过当台积电遭逢了金融海啸 却对自己的员工开刀 他做不到诚信这一点 这是张中某绝对无法接受的 于是他决定重出江湖 而他回任之后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把遭到裁员的员工通通请回来 而第二件事情 他大幅的扩增资本的支出 他砸下了新台币3000亿 要兴建第四座的超大金元厂 当所有的人都还因为金融风暴在惊魂未定 甚至担心会出现第二次筛退的时候 张中某他的大动作 吓坏了投资法人 他们纷纷地下修台积电的目标价 但别忘了张中某他的名言就是 我只冒经过计算的风险 而他究竟从这场金融风暴的灾难当中 看到了什么契机呢 有美国引发的金融大还需要捕大将有美国本土蔓延到全球 雷曼兄弟宣布倒闭 投资人吓得找理财专员赎回手上的基金 就算是赔本也在所不惜 美股再度杀盘拖累台股走弱 虽然政府祭出了跌幅减半的措施 大型龙头股台积电中钢依旧不敌卖压纷纷重挫 金控证券族群风暴的核心 正是几乎全部倒地不起 但是因为2008年那时候发生金融海啸 这样的一个变数是当时很多台湾企业都没有办法去应用的 包括台积电在内 因为金融海啸嘛 就是全球景气不好啊 拉货力道没拉那么多啊 就大家没有买到那么多的货啊 那怎么办 它在2009年的第一季 那个时候甚至有可能会出现上市以后 史上第一次出现单计亏损 那蔡立行他的以致军延迷为业界手之道 所以他们就采取了所谓的摇苹果的一个策略 也就是说在打考机的过程里面 那你可能就是我们要摇5%的苹果 那你最后那5%的人就是要被赢之前 投榜抗疫百步调台积电上百名离职员工级家属 前往儒科管理局与台积电进行劳资争议调解 就是因为不满公司在无预警的情况之下 要求员工走路 然后觉得RD贡献度不好的裁减 所以当时造成很大的争议是第一个 就是很多的台积电的人 你不要讲说你是外包的派程的这种 连正值的HR都有被翻了掉 然后HR评比是后面5%不好的就翻了掉 那当然那件事对所有台积电的工程师 以及台积电的一个员工来讲 他们是晴天霹雳 第一个在经济最不景气的时候 在农历年前 而且这个天寒地冻的过程里面 很多的台积电的工程师 都在新竹买了房子 那可能娶了太太生的儿子 那开始每个月开始要缴贷款 这个时候资源的营业工作 所以他们就集结起来 然后到张忠某先生的清景泽的楼下 就包围了清景泽在那边埋伏造的办 蔡立行 杉杉主委 杉杉姆 杉杉主委 一百多名台积电离职员工 从新竹北上老委会 投榜布条大声抗议公司裁员 他们有一半都是做了十多年的老员工 但是因为当时他们在跟员工沟通过的时候 当中出了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导致大家对于台积电的企业诚信这一块 打了非常大的问号 这个对当时已经退休的 当中某董事长来说 他是没办法去接受这样一个 外界的质疑的眼光 将近80名离职员工就在台北远东 饭店门外高举白夫条 大声喊出对台积电的怒吼 走在这个单位至少也工作三年了 老板一句话说他对我没印象 就把我赶出去 然后第二个 当时蔡立行把很多资本支出 比如说我买很多机台设备的 景气又不好 那我就先暂停 蔡立行当时的两个决定 看起来正常逻辑下对公司是好的 但其实对当时的台积电来讲 影响很大 如果不景气维持三年五年的时间 蔡立行的判断可能是正确的 但是因为金融海啸发生之后 不到一年内 全世界就一直大举的印钞票 所以全世界需求突然在一年的时间 马上又回来了 订单又回来了 好 这就对到一个问题 神仲在金融海啸期间 该买的研发支出我都有支出 该买的设备我都有买 然后我该在自成往前面先进研发 我都有先进 然后我对员工没有裁员 继续养着一直往前冲 看到了吗 一只小鸟蛋的用嘴 轻轻旋转电视一幕 支韩国三星电子的电视广告 勃勃一片让你没负担 而这股平面电视纸片风潮 席卷全球各大厂牌 当三星在进步的时候 台积电员工败了掉人性红 台积电的该买的资本社费 没有买自成卡住了 你认为当时会把它 当时台积电的股价 从现在来看 现在台积电六百多块对不对 当时台积电也只有六十几块而已 甚至五十几块而已 因为当时台积电呢 可以用四个字形容 台积电的员工自己觉得有 风雨飘摇的感觉 因为当半导体制程 如果一旦落后了 他们怕差距越大越大 而且当时人心惶惶 不知道我会不会被踩到 所以他们的公司 就处于动荡的情况 当时情况严重到 员工的爸爸跑去 张忠某的房子的外面 拉布条抗议 还有员工的爸爸 自己发email给张忠某 所以你就只是可以知道 台积电当时的动荡有多严重 当然对这个张忠某先生 以及这个张忠某 张太太来讲 他们真的是情何以堪 这个也就是闹到 那时候的头版头的新闻 那张忠某张忠某先生呢 他也到楼下安抚这些员工 引起许多离止同仁不满 我对整个事件的开始 及发展感到非常的痛心与遗憾 然后在那个情况之下 张忠某惊觉事情不对 因为张忠某以前的座右铭 就是永不裁员 因为张忠某认为人 是一个公司的资产 所以张忠某只好 再停下他的退休生活 我这一次是这个 老马福祭自在千里 所以我是没有时间表 就是 但是这个接班问题 我是把它看作一个 长期的问题 这个我会 我会把它见起 可是这个我没有时间表 何时接班交往没有时间表 张忠某表明新日 他在董事会提出的回任案 董事会当然热烈欢迎一致通过 而张忠某回任执行长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把遭到裁员的老人工 统统找回来 我们邀请这几百位离止同仁 回来公司 由秦永佩副总 宣布公司的补救办法 邀请大家在6月1号 返回公司任职 他认为是那些之前被lay off走 研发人力能回来你们就回来吧 然后张忠某在把 透过派远公司建立的公司人力 转成是正值的 然后稳定住人心 大家发现张忠某回来了 这么多员工都回来了之后 台积电的人心稳住了 法案表示台积电已经提前完成 张忠某回任后 对内许下的任内五年 营收事实double的目标 显示张忠某领导台积电 绩效卓越 因此受到外资青睐 其实台积电它的核心价值 就是它为什么它能够领先 取能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那其实源自于张忠某董事长 对台积电这一家公司 它所设立下来的核心价值 包括第一个 它是成性正值 什么成性正值 就是说它言出必到 它说出来的这样一个guidance 它一定要做到 其实我们之前要参加 台积电法说会的时候 其实我们大家都非常的在意 台积电它针对下一个季度 它的营运所设定的这个目标 因为台积电给别人的印象 是它不会说大话 就特别针对营运展望这一块 所以它说到 假设之后没有做到的话 那对它的股价是非常大的影响 张忠某先生回国 他在这个2009年回国 2010年的第一季 他就赚了11亿美金 那11亿美金是什么概念呢 11亿美金就是三百多亿 也就是说台积电 不管开门没有开门 一天就赚将近一亿的新台币 那时候是所有上市上规公司里面 赚成最多的公司 所以从此奠定了 它所谓的半导体概念支付 而且它叫整个半导体 全世界的身份和地位 大家看这篇点 好 张忠某回任之后 短短两三年就把台积电 一举推上了手机处理器 代工霸主的宝座 那么尽管如此 但台积电始终就是吃不到 苹果的订单 因为这张大单呢 始终被韩国的三星 牢牢地握在手上 因为他们三星有的是 横画逻辑记忆体的 完整的细致才 而三星当然也注意到了 张忠某他的企图 所以他们到处放话 只要台积电 你敢侵犯我三星的专利 我就一定告到底 好 这等于已经是 双方在正面宣战之前的 相互校正了 张忠某为了要打赢这场仗 他把最优秀的工程师 通通找过来 他组成了一支 将近百人的研发团队 从2011年的年底 巧巧地进驻到了 美国苹果的总部 他们研发出了 最先进的20奈米的制程 而终于从三星的手中 成功抢下了 A8处理器的订单 我们看到了 在2014年 iPhone 6上市了 这是苹果手机 第一次装上了 台湾制造的新帐 而在这里头的 A8处理器 就是台积电做的 后来大尺寸的iPhone 6 也成了是 苹果作文智慧型手机 王位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而对于第一次 吃下苹果订单的台积电来说 也造就了他日后 股价飙涨 奠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 而我刚刚说的 这就是让台积电 始终津津乐道 One Team的故事 2009年 张周某回任总执行长 他将2010年资本的支出 从原定的27亿美元 大幅增加到了59亿美元 其实半导体这个产业 它如果要讲一个 比较粗俗的话 它叫做钱坑 因为你要花大笔的资金 一直往里面去丢 那丢了以后 能不能回收 还不知道 所以它变成赢者 全拿的一个产业的市场 那目前来讲 全球的半导体来讲 变得变 死得死 不做得不做 所以目前对台积电 最大的敬重的对手 就是三星 就是一个很可畏的对手 我们也是 所谓严正一败 当台积电已经吃下了 全球手机出力器的市场 却独独缺了一张 苹果的订单 蒋中某未来从三星的手中 把订单给抢过来 他悄悄组成了一支 将近百人的研发团队 进驻到了苹果的美国总部 日以继业的研发最新的制程 他们是分别分别去 有一些人可能去买约 有一些人去费城 有一些人三五个去旧金山 然后到美国以后 再全部 不管是搭公车 搭铁户 搭什么 然后再全部集中在苹果总部 而且出发之前 还要签一个保密条款 所以他们就到苹果总部去 帮苹果解决的一些问题 但这件事对后面 形成了很大的影响 为什么 因为台积电后来发现 他们本来为了苹果 有个one team在服务苹果 他们在服务的过程中发现 为什么我的良率做出来的晶片 台积电技术已经做得不错了 为什么我做出来的东西 都输给三星 怎么会这样 苹果有意愿要让我台积电来做 因为苹果也很不爽 当时只有三星可以做它的东西 结果没想到我那么努力地做 我的良率就是一直输三星 两个英特尔跟三星都是 这个我是通常形容他们是 700磅的大猩猩 700磅的大猩猩就 就是不那么恐怖了 不那么恐怖了 但是还是相当的可畏的了 台积电后来study的原因发现 他们在封装 像先进封装这一块三星是不是自己做的 所以台积电还赫然发现说 三星原来它的晶片 引火的可能原因是因为封装这一块 它比我强 台积电当时封装才在做的 当然是给细品和智学光做的 所以台积电还发现说 先进封装这一块我做不行 如果我再这样下去的话 我一定完全被 被那个什么三星干掉 所以台积电后来决定 先进封装自己做 它的先进封装的技术 可以让它的晶片的漏电量降 苹果的订单 就开始下了一次 在三星一半 台积电一半 结果使用者爆炸了 为什么 就是我刚刚跟你提到的 台积电先进封装做的比三星好 所以三星的手机大家又发现 为什么买的都是苹果手机 你三星的晶片就是那么容易 就没电就容易过热 你的续航力就比较差 用台积电晶片的苹果手机 续航力就是可以拥有比较久 而且比较不会过热 当时苹果也是吓一跳 业界也都是吓一跳 这就是台积电始终为人倾听乐道 One Team打败三星的故事 我们跟三星的建筑过程里面 我们只是赢了一两场的战役 整个战争还没有 所以那时候也代表说 台积电的战战兢兢 它最主要的就是担心 第二年的三星 它会超车台积电 所以在过去这个产业里面 台积电他们也能用8%的一个 营收的8% 作为它原化的一个汇用 比美金算的话 我们成长了9% 比去年成长了9% 但是是今年这个台币 台币升值了 所以照台币算的话 我们比去年成长了4% 大概共约3万8千位同仁 每个人都会在这个月底 收到新台币 一万两千块的红包 2017年 台积电的营收 获利 员工人数都创下了历史新高 董事长张忠谋他感谢地说出 这是台积电30周年运动会 但也可能是他退休前 最后一次主持的运动会 张忠谋同仁他规划是非常远的 5到10年 所以他把未来5到10年的 这个技术蓝图剥划好 因为他过了这样一个时间点 他确认这样一个技术 别的竞争对手 已经没办法再去复制或者追上 他才做第二次退休的规划 他才比较能够安心地 能够做退休 最后的一次 我会主持的运动会 我是觉得是有点面链不赦 看到今天有那么多台积人 这30年是我一生的最幸运 最兴奋的 最喜悦的这个30年 台积电的30年 并不是一路上都万里无云的 但这确是张忠谋最幸运 最喜悦的30年 他说过如果人可以长生不老 他愿意一直做下去 尽管依依不舍 但终究得放手 事实上自从张忠谋 决定退休之后 他就开始思考公司 应该如何经营和建立制度 而所谓的双手掌平行领导 就是张忠谋对台积电最后的贡献 好我想其实最重要就是在 第一个就是领导阶层的确认 那么过去其实台 在这个台湾的一个企业的 一个接棒来讲 事实上过去很少罕见的是有 所谓的一个双手掌制 那我想这个张忠谋董事长 他相当于永远见 那为什么会选择双手掌制呢 因为其实不管是 刘德英也好 还是魏辰家也好 他们两个人呢 都是刘美的电机博士 他们对产业都非常的了解 但是两个人的个性 是跟他一样的 因为台积电这一支大船 这一支战舰 它要继续地往前进 一定第一个掌舵的人呢 这个掌舵的人要非常的明确 就有一个很远大伟大的目标 往前前进 2017年10月2号 张忠谋正式宣布 他在2018年的6月 要正式退休了 而在这整个布局 交办的过程当中 他坦诚那种忐忑不安的心情 的确就像是摸着石头在过河 而最终张忠谋 他完成了台积电 在下个十年布局 他曾经预言 当世界纷扰不安的时候 台积电就是兵家必争之地了 没有想到张忠谋这个预言 很快就成真了 昨天我还在想 今天讲什么话 讲来讲去想不到出来 但是我知道 我到这里看到大家 我的话就会来的 今天跟Sophie早上一到这里 受到同仁们的热烈的欢迎 我们真是感觉到回家了 回家了 台积电就是张忠谋的家 虽然退休了 但张忠谋和台积电 已经永远划上了等号 他曾经对所有的员工说 台积电的奇迹 不会因为他的退休而停止 回顾2018年6月5号 张忠谋正式交棒退休的那天 台积电的股价输在220多年 才不到三年的光景 台积电的股价已经冲破了600元 直逼700大关 他的欢迎越来越广 比如说我们现在知道的 从这个个人的手机 电脑 伺服器 汽车 甚至到飞机 甚至到未来的无人机 还有甚至到我们知道的量子电脑 还有太空等等 当晶片改变了人类的生活 人类的生活也再也离不开晶片 新冠疫情在全球烧不停 全世界在过去的24小时之内 因为染疫而死的人数 就有一万八千人创下新高 在难降临 一场出如其爱的疫情 搞得世界不再安宁 张忠谋的预言成真 台积电真的成了地缘策略者的 避震之地 全球车用晶片大缺货 连带使得汽车制造大厂一片哀嚎 日本 德国和美国纷纷向台湾求援 恒博社报道标题是 全球危险地依赖台湾半导体 目标是车用晶片的短缺 凸显了台积电在供应链的关键地位 包括现在所谓的一个电动车 自动驾驶这个部分 它需要很多的晶片 那这个部分呢 因为车子在跑 你不能有一个闪失 所以你的良率要达到百分之百 也就是说你说你假设台积电一个东西 它是一个晶片卖一百块美金 那你说我的比较便宜 你还八十块 他不敢用 这个一定要经过认证 所以台积电它现在已经是全世界的龙头 已经是全世界的霸主 全球晶圆代工龙头台积电赴美设厂进行中 现在又传出日本政府和台积电将宣布 共同成立合资公司 要在东京设立先进封测厂 那你可以想象台积电从去年开始 为什么每天每个礼拜都有它的新闻 因为美国要求台积电一定要到美国设厂 为什么 因为我们社会提供很多铁钢 如果我们社会提供很多铁钢 可能有人会反省 从攻击它 如果那些人的领域是 经济健康的健康 我认为他们会反省 从攻击它 如果有一个战争 它会毁灭 全部都会毁灭 在美国抗中晶片法案生效 前一刻 众议院议长裴洛西仍已到台湾 明天三日中午十二点三十分 正在大批为安借户下 车队抵达台北兵馆 出席他此行最重要的一场舞宴 原先保密到家的五院行程 随着这几张照片 关键座上宾也因此破了光 引发全球关注 因站在照片最后方的 正式台积电董事长 刘德英 连创办人张忠谋夫妇也来了 足见台积电护国神山的地位 有多重要 甚至成为防卫武器 因为就在与裴洛西参序前夕 如此敏感时刻 卢德英罕见接受CNN专访 向来小话的他一开口 就把台积电的定位 跟角色说得很直白 就因为少了任意环节 任意步骤 台积电立刻瘫痪 中国就算用武力强取 也拿不到晶片 刘德英在此时说 这段话颇有不国意味 他更以恶物战争为警惕 战争爆发只会落到三叔的局面 唯有和平之时 才能以公平的方式竞争 创造三赢 那你可以想象台积电从去年开始 为什么每天每个礼拜都有它的新闻 因为美国要求台积电一定要到美国市场 为什么 台积电如果在台湾的话非常危险 中共红军昨天公开点名 对台湾本岛实施双向绕飞台岛巡航 刻意实施心理作战的意味相当的浓厚 它怕台湾海峡被封锁 台积电的镜片就没有办法到美国去 美国的飞机就飞不上去 美国的飞弹就打不上去 美国的太空船上得去可能就掉下来 美国的无人机它就没有办法去 这个海外斩首 所以美国它受不了这件事情 所以由此可见 台积电现在是人人争抢 连日本都来了 日本说你也来 你也来 所以台积电现在它好像看起来 已经是三十几年的一个工生 但是它还像十八岁的一个小姑娘 到处都想要 最主要它有很深的护城河 张忠谋认为 当台积电变成了地缘策略家必争之地 未来除了坚守三个竞争优势之外 更重要的是 在这个混乱的世界 更要坚守诚信的价值 所以台积电目前来讲 第二名的三星已经看不到台积电的车尾灯了 所以我们看到 从最近台积电的股价 从三百块开始一路的狂飙 台积电不是小公司 台积电是将近两千三百亿的股本 那个狂飙 就是当飓风来的时候 连大象也会飞这样的一个概念 所以我想在未来 至少可预见三年到五年 三星要超车台积电的几率 应该是来等一顶 台积电第一个台积电的这个技术 其实不用太怕 那获利了 万一想要获利了结 就当然获利了结 以后他还是要回到台湾 去买台积电 欢迎回到台湾启示录 我是梅翔 资深的股迷肯定都忘不了 在三十年前 当台北股市第一次站上万点的景象 在耗子里头人声鼎沸 万头专动 当年疯狂的程度 可以说是随便买随便涨 而对照今天的台北股市 除了那种赚了就跑的 这个短线的心态之外 定期定额长期的投资 是一种稳健的选择 90年代 台北市的南京东路 被称作是台北华尔街 因为这条街上 整排大楼拔地而起 一家家证券商如雨后春笋 把台北股市一股作气推上了 一万两千六百八十二点的 历史新高点 76年77年开始就开放了券商 那本来台湾的券商只有24家 然后百花齐放以后 全台湾省的券商四五百家 几乎人人都是古民 每一个人都不想工作了 那时候真的真的非常偷偷 你家里要装潢找不到水银工 你家里要装潢少不到木工 全部都跑到这个浩子去了 浩子早上你可以看到 像我在远东证券 可以看到尼姑 可以看到和尚 他们早上四点起来念尖以后 然后赶七点八点赶快来 还是要做股票 所以那是全民接风的一个年代 从一张张黑白泛黄的照片 回顾了当年浩子里头 万头钻洞的疯狂景象 仿佛依稀还能听见 那此起彼落的交易声 我记得我那时候在点康证券 很多的欧巴桑都不认识 他也不晓得什么开户 不晓得什么股票 就听人家讲 结果他在喊单的时候 说人家赶快买一支 他不晓得什么 怎么叫一支 因为他签大家都签一支 签一支几块 所以股票我们是买一张 他说买一支 管他买一支还是买一张 尽管带着钞票就往耗子里头冲 就算不懂基本面 就算没有做功课 甚至本来要买A 结果买到了B 还是一样涨平板 长成这样子还能不疯狂吗 所以从76年到79年 短短三年的时间涨了12倍 所以在形容那一段的股市的飙涨 只有两个字叫做疯狂 当然投资人也是两个字 疯狂 很多的券商 他为了要吸引新的投资人 每过一千点就开香槟 所以过九千点开香槟 过一万点开香槟 所有全省的券商那一天收盘以后 全部投资人都留下来 有便当吃 有蛋糕吃 有甜点吃 有香槟可以喝 三十年前台北股市都是传统产业的天下 而三十年之后则是科技类股引领风骚 它刚好做一个分水链 就是在前一次的一万点 那时候就是传统产业的天下 那传统产业如果没有转型的话 没有做水平整合 没有做垂直整合的话 慢慢慢慢的都已经凋零了 同时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说梅翔 我们再回答 欢迎收看台湾启示录 我说梅翔 在每个扑朔迷离的众爱现场 在每个重大事件的第一时间 我们抽丝剥茧 追索事实的真相 Youtube总观看超过5一次 频道订阅人数突破了100万 感谢您最一路上的指使 我们会更加努力